我有黑金吗 我今天清清白白 被黑金追着打 为了摆脱负面形象 前台南市议长李全校 不止一次面对镜头澄清 但事情还没落幕 出这些 用船当中用手臂勒住民进党议员脖子 他不为这些风波 为了台南立委选战 在双十一这天进总成立 现场热闹非凡 但现在又被对手指控 双重会选 面对流言蜚语 第一时间跳出来澄清 对于这种种行为 认为是选前恶意抹黑漿 提起高速 符合会选行求的定义 所以你被法院判决 确定入狱服刑九个月 并此夺公权三年 你是忘记了你 还是不敢想起来 两人移工我手 谁也不退让 就是为了顺利取得 李维宝座 前台南市议长李全校 在地方有一定的实力和人脉 但在二零二零年 因为会选案入狱 淡出政坛转往商界发展 今年宣布回国 投入立委选举将挑战领衣锦 由六届议员资历的林一锦 是赖清德的子弟兵 有一定基层实力 2020年首度参选立委 就以将近六成得票率当选 这回寻求连任 虽说以选民结构来说 基本盘绿大于蓝 蓝绿得票率大约是4比6 但面对政坛老将披挂上阵 想打赢这场战 恐怕林一锦到开票前都没有 送现时刻 华视新闻的刘汉生 台南报道 哈喽 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